好,来,我们现在要用那个读中旧的课本 OK,然后它是旧的课本的初中义的第四章 然后小数的应用问题 它说彩色Flam每卷五块半,干电池每包两块钱 它买了四卷Flam跟两包干电池供需花多少钱 所以4乘5.5,2加2.7 所以在这边,我的5.5乘4加2.7乘2 然后拿到答案就是27块4 所以我们的计算机按出来的时候 它是一个假分数 你按SD,它就会变成Decimal OK,它就会变成分数,小分数和小数 然后花布每公车售8块8,白布每公车售7块2 然后1.5公车的花布和2.5公车的白布 -50应该找回多少钱 所以其实你可以分成两个步骤 就是说它的这个8块8乘1.5 再加上这个7块2乘2.5 这个是它总共要给的钱 总共要给的钱是31块2 然后它有五旋元嘛 它用五旋元来减31块2 所以我们就可以拿到它剩下的钱 OK,然后 它做课本这一边呢 它是直接五旋剪挂弧 这一个 它这样就能够在一行里面 把所有的东西都做完 但是对于比较弱的学生来讲 它可能会无法理解 但是我是觉得 你直接把这一些这样 找出它要给的钱 然后再用给的钱来减 将会更快,将会更清楚 好,来我们去下一个例子 然后电宝在某月初及月尾 所显示的数字分别为这一个 所用支电费1下列方法计算 第100个单位2毛钱 接下来的900个单位2毛3 在超过的时候是0.26 所以我知道呢 它是1到100的时候是以每单位0.2 然后我的101到1000的时候是2毛3 然后我的1001 在1 and above的情况之下是2毛6 为什么这个是900呢 哎,这个是1000呢 因为它是100加900 就1000 所以只要它超过1000 它用超过1000的时候 它就要给到越来越高了的 是这样 所以我的这个3918-3793 这样是这个页它才用啊 啊3918 它才用125而已耶 它125的时候呢 就是说它首100是给这个 然后接着的25是给这个 这个25是怎样来的呢 就是说我的这个125减掉100啊 然后它就会是25 所以在这一边 它总共要给的钱呢 非常的简单 就是100乘以2毛 25乘以2毛3 所以我在这边100乘以0.2 加25乘以0.23 所以我拿到的是25.75 所以它答案是25.75 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 25.75 好 这一些都是它的立体 在这一边呢 它的这一个东西 电表 然后电表呢 就我们的屋子外面那边会有一个电表啊 然后到了月尾的时候呢 那个啊 那个天币那边就会有员工 拿着那个望远镜来看你的电表 然后他会记录啊 你现在是多少 然后他那一个号码 他记录的时候就是他的那个结束了 然后上个月他记录了就是这一个 ok 其实应该是上个月尾跟这个月尾啊 这样啊 就是说啊 这个月尾的时候是这样 上个月尾也是这样 这样我通过 新的数字来减掉旧的数字的时候 我知道 我这个月用了125个单位的那个点 然后我就通过我用了多少个单位的电 来计算他的那个电费 ok 电费这边他第一个100是两毛钱 第一个通常是比较便宜的咯 接下来900个单位的时候 他接下来的就更贵了 然后再再接下来他就更贵了 所以他这一边他是125 所以这边是100这边25 假设我现在是300的情况之下呢 我就在这边嗯 假设我现在的题目我我 另外一个是300的话 他刚刚这个是125 OK所以他这一个是125 然后假设他现在是300的情况之下呢 OK 假设我现在是另一个例子啊 我这边有300的话 这样他就是100跟200 所以他就会是100乘以0.2 加200乘以0.23 这样他就要给66元 OK OK这一个是300 假设我现在呃有1200的话 1200的话呢 我这一个第一个100 我是给2毛钱 接下来的900我给2毛3 然后这边1000了吗 12-1000这边剩200 OK 所以他这一个呢 就会是100乘以2毛钱 加900乘以2毛3 然后再加上200乘以2毛6 所以他的答案是279 哦 279 这样 这一个是1200 所以我们的电费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算的好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一个是结束减开始 结束减开始就懂他用了多少个单位了 所以我们的那个家的外面那边的那电表 他的号码会一直在那边转 OK 你现在过去看他那个号码会转 那号码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然后上个月尾的时候 那个TNB的人来看哦 那边的reading是3793 就是想到到那一天为止算的时候 他已经算到3793的钱了 然后过后呢 这个月月尾的时候 他来的时候 他就看哎 这一天是3918 所以你都要用把那个3793到3918 之间用掉的这些单位的那个电来付费 所以我的3918减3793 就125个单位啊 这样我就要给125个单位的那个电费 接着我们看实习题4R用题 小华每月储蓄11块2 每个月一年有几个月 一年有12个月 所以我在这一边 他每个月11块2再乘以12 所以他拿到了 他存了134 所以他在这一边 他存了134块4 好 然后录音带每个3块2 他付了这么多 可以买多少个 除哦 所以我在这边38块4 除3块2 所以我拿到是12个 OK 好 来这边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就是说我的这一个38块4 除3块2的时候 我在这一边我就 以一个小数位以一个小数位 所以他会变成384除以32 所以他会变成384除以32 包重这么多3.6公斤的砂糖共有多少包 所以一包这么多3.6多少 所以用来除啊 所以他的这一个就是3.6除0.45 所以我们刚刚的这种除法呢 其实在小学的时候就有教过了 但是有一些学生他 念习不够还是怎样 所以他这一种他除法他还是不会 或乘法他会犯错 所以我的3.6除0.45的时候 我们能够用计算机 这个是最好了 可是不能够用计算机的话呢 以两个小数位 以两个小数位 所以他会变成360除45 所以我在这一边360除45 然后8540 8432 36 然后所以他这一边就8 好 好 这个建华的数学测验分别为这5个平均数 所以就直接除5 所以我在这一边 这个85加96加78加90加77 所以他是426分 然后这426分我拿来那个除5 所以他平均是85.2分 所以他答案是85.2分 对 来接着在这一边 这一题跟刚刚的例子是类似的 是某月初及月尾 所市值数字分别为这样多 然后所用之电费 依下列的方法计算 100 900 超过900了 然后这个月的电费是多少 我们要去算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一个9056 减掉7920 这样他总共用的是1136 OK 1136 1136的时候呢 我知道 他的第一把一个单位给两毛 第九 总共100加900 到101到95 到1000的时候 他是给这个费用 136是这一边 所以他在这一边是1136 就是这样 所以我在这边0.2乘100 加0.23乘900 然后再加0.26乘136 所以我拿到的是这样 OK 总共要给262块3毛6 OK 嗯 我其实可以这样 0.2乘100 然后拿到的是20 然后过后呢 那个9500乘以0.23 然后拿到的是207 然后最后的这个136 乘以0.26 然后拿到的是35块3毛6 所以我再把这一些全部加上来 就20加207加35块3毛6 然后他就会变成了262块3毛6 嗯 好 好来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六题 9个0.5块是4个苹果 与3个0的价钱相等 然后求苹果每个的价钱是多少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可以用归义法 就是说 我在这边9个0.5块4 这样我就可以找一个0.5是多少 一个0.5的话就5块4出9哦 5.4出9 然后拿到的是6毛钱 所以一个0.6毛钱 然后过后呢 他现在是讲4个苹果跟3个0.5的 是一样价钱所以3个苹果的话呢 我就这一个6毛乘3 OK 0.6乘3 所以他拿的是快把 OK好 所以他拿到快把 好 来 这个呢 是第一种方法 这个呢 我叫他归义法 OK 就是说你一个多少钱 然后三个这样 然后事实上呢 我们还有另一种方法 另一种方法呢 就是说他9个 然后 呃 价钱是5块4 然后他现在要3个 X元交叉成 所以有了X等于5块4 乘3 除9 然后我就会拿到快把 嗯 9654呢 在这边 1990.6 638 嗯 对 然后他4个苹果 等于3个梨的价钱 所以4个苹果的价钱 跟3个梨的价钱是一样 3个梨的价钱是多少 3个梨的价钱是快把 所以我4个苹果呢 是 那一个快把 所以我要一个苹果是多少钱 所以我就快把出事了 1.8 除4 0.45啊 好 这样就拿到了 这个我不用交叉成了 因为他都只是一个 刚好就除 除4就可以了 所以他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把一个苹果是0.45元 就453了 嗯 来接着我们 看 这一个 某生做除法运算时 某学生某个学生他叫某生 把除数 2.3 误看成3.2 解得的伤为13.8 求正确的伤 OK 这样你一定要懂什么是除数 什么是被除数 什么是伤 什么是余数 这样的一种东西 你才能够做这一题 嗯 所以 他 看成3.2 他就是用3.2来除了 就是说 我有某个号码 除以3.2 他会变成 13.8 然后我这一个号码 就会是等于13.8 除变成 乘3.2 所以我在这一边13.8 乘3.2 然后拿到的会是44块1毛6 不是44.16 44.16 可是事实上呢 他真正要除是除2.3 所以他应该是44.16 除2.3 所以我在这一边44.16 除2.3 然后拿到的是19.2 所以他真正的答案应该是19.2 然后我刚刚呢 这一个44.16对不对的呢 你看44.16 如果我现在是除3.2的话 我拿到的会是等于16.8 13.8 对呀 在这一边呢 这一题我们要懂 就是被除数 除以除数 会是等于sum 所以除反过来变成成 所以我的被除数 会是他的sum乘以除数 所以我的除数是 英文叫device 马来文叫bambagi 然后被除数是dividend 马来文也叫dividend ok 然后只是他少一个底 然后 sum 是cosion 马来文叫hassel 余数是remender 马来文是baki ok 好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 第八题 某生做乘法运算是 把乘数4.9 看成9.4 解得的g是这样 求正确的g 所以在这一边呢 就是说他某个号码 ok 他看成9.4 所以他乘9.4 他变成18.8 所以这一个号码呢 乘包就变成除 18.8 除9.4 所以我在这一边 这一个18.8 除9.4的话 我拿到的是2 所以 就是说 他的 这一个 是2 也就是说 我在这一边 2乘9.4 然后 他就会变成了18.8 嗯 然后 在这一边 我的 这一个 呃 他是2 所以我2乘 他要的其实是4.9 所以他真正的应该是2乘4.9 所以他这一个是9.8 所以他真正的答案应该是9.8 所以我在这一边 2乘4.9 它变成9.8 好 好 这就是他答案了 好 所以在这一边呢 我们 就把 这一个 呃 CD4i的霸体做完了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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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